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讥讽项羽有勇无谋 所以项羽杀掉宋义 成为了上将军 项羽取得军权后 先派出两万兵力渡过张水 救援被困在巨路的赵军 但是赵军又请求更多的兵力支援 所以项羽率领全部兵士渡河 渡河之后 项羽命令将所有的船只弄成 将煮饭的锅子 器具全部打破 烧掉营地 只带着三天份量的干粮 表示绝不撤退的决心 项羽先攻破秦军的粮道 断了他们的粮食补给 趁秦军军心动摇的时候攻进 储军士兵们各个奋勇杀敌 经过九次大战 终于打败秦军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巨路之战 打破国府又弄成船 项羽切断了自己与储军士兵们的退路 以求获得最好的成果 这样子的决心及觉悟 让他们得到战争的胜利 所以 后来便用破府成舟来形容 做事果决 义无反顾 听完破府成舟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故事的终点吗 现在 就让我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 破府成舟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起 秦军在聚入围攻赵军 宋义及项羽前去援救 但是 宋义不接纳项羽的意见 又讥讽他有勇无谋 所以项羽杀了宋义 取得军权 过程中 项羽率兵渡河后 将所有的船只弄成 将煮饭的锅子 器具全部打破 烧掉影帝 只带了少量的干粮 表示绝不撤退的决心 故事的结果 经过九次大战 终于打败了秦军 同学们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破府成舟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提出的建议 不被别人接纳 你会如何应对呢 你曾经有以破府成舟的心情 去面对什么事情吗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哦 今天的成语 破府成舟 是形容做事果决 义无反顾 主要会用在表达 奋力一搏的情境上 现在我们来看看 破府成舟 可以怎么使用吧 只要有破府成舟的决心 没有不能完成的事情 我们已经下了 破府成舟的决心 不完成任务 绝不停止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与破府成舟 相关的词吧 相似的词有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